10中等至拼微至中等水平 路邊監測站介乎55至85偏高水平 新聞報段, 進來的續時視全方位 表姐, 你比18歲還要合適 我當然有辦法 是 朋友來了 Your mom? 我的銅顏術就是月容妝 銅顏術也是388 想買賣租任樓盤? 現在按紅色按鈕 YP502,盡覽樓市行情資訊 現在, TV500台全港首創MOVE 演唱會自選服務和MV台 過百個演唱會加上過千的MV 隨時在電視任看任選 5月31日前申請 月費只是35元,兼送兩個月 值得$200、$100 最新一輯, 最新一輯的人氣動畫 書公園 現在在G-Lac樂園自選服務游得看 以互動有趣的故事內容 和各位小朋友一起學英文 2 認識閱讀的樂趣及生活常識 好 現在申請優惠月費只需28元 還有卡通人物支援環保袋送 立即按自選服務制 或打2008、10088登記吧 非法在山坡傾倒建築廢料 就好像埋下計時炸彈 會構成山泥傾瀉的潛伏危機 一旦山泥傾瀉爆發 不但會造成財物損失 甚至可導致人命傷亡 非法傾倒建築廢料是刑事罪行 如有發現, 請即舉報 中環天星碼頭多了幾隻木製動物 不過, 他們全部都不完整 黑星星, 手斷了 一隻鹿, 只有一隻眼, 只有一隻角 兔子一樣, 耳朵爛了, 眼袋又很大 好像象徵做一種不完整及被破壞的感覺 這種情況就像我們開拓森林 去建築城市時 將他們的居住環境徹底破壞 裝置藝術家黃國才Kaisy 和一班中學生 將木條有鋸有鋪 身體力行控訴社會 我每天回到工作室時 都看到在垃圾站 很多這些木的卡板扔出來 我看到這些木卡板 我就想, 這些卡板 其實是來自森林裡面的樹木 然後再反思 樹木其實也是動物的妻生之所 如果我們可以進入這些動物的思想世界 我猜他們會覺得我們人類 是代表了破壞、毀滅、死亡 現在的作品, 每一間… 好像一間房間一樣 觀眾可以坐進去裡面 然後看出來, 看到城市 看到我們城市的偉大 以及我們城市的另一面 就是破壞 是吧 真棒 近年香港樓價居高不下 啟發Kase來個大膽嘗試 這個漂流家室 我帶了出去維多利亞港 漂流了一天 那個概念其實… 有點像在一個路海那裡爬行 靠自己的人力去推動整間大廈前進 其實是有些不可能的 有點像我們公樓這樣的情況 就是不可能, 但也是在進行著 好像一個奴隸那樣 不斷推進 但是每次就… 就是公樓公小小 公樓一輩子都未公完的感覺 有這個握錢的窗台 這些鋁窗 還有這些粉紅色的瓦磚仔 好像代表了舒服 還有一個外勞的冷氣機 不受鋼雜 還有這個土地公公 我先進去看看 麻雀雖雖小, 五臟俱全 Case想證明的是 五豬豪宅都可以很快樂自在 看Case的作品 不難發現主題和家裡有微妙的關係 但同時又有流浪的意味 以前我去過外國留學 很掛念香港 但我又回不到來香港 形成了好像心理上 有一個缺陷 但作為藝術作品 主題是跟家裡的家有關的時候 越做就越開心 好像真的回到香港 可以回到家裡的感覺 在外國展出的經驗 告訴我 我們香港的藝術實在是比較落後 每次自己很累 有時會想放棄的時候 我就想回 我們香港 其實還需要很多很多的進步 很多空間 所以都 繼續努力這樣去做作品 這個自製的紫皮大廈人 就見證著Case的黃金十年 以前就譬如1920年代 摩天大廈好像象徵了 很多文化的象徵 很有富有 權力 但到了2010年的時候 它只是流落到 變成一種好像宣傳工具 所以我希望透過 做這個游離都市的作品 人們去反思甚麼叫建築 所以就 穿著這件衣服 去世界不同的城市那裏 尋找這個更加美好的烏托邦 講建築 Case頭頭是道 因為她曾經是建築師 當初轉行 全程投入藝術創作 她沒有後悔過 因為她覺得 做藝術的人很幸福 今年40歲 踏入中年了 她的作風依舊跳皮 叫做永遠絕對空虛號 是一輛會飛的單車 當時80年代 我是踏單車 飛車擋 有少許向80年代致敬的 一件懷舊作品 究竟這輛單車 可不可以成功飛起呢 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再見了 有少許人 我會看到 我會把它開設 我會讓大家 我會讓大家 我們下一個